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是什麼呢 讓我遇見你 在我忘了該怎麼去愛的年紀 像被天使拯救般的幸運 我為你照顧你 你聰明還美麗 所以老天也會嫉妒你 就算你比別人少了一樣東西 又何必太在意 至少還有我 哪怕只有你 答應你的故事 我會繼續寫下去 至少還有我 哪怕只有你 我們手牽著手 去看每一個黎明 每一個黎明 婚禮婚案 還沒有到最後 蓋棺定論的時刻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發表一篇文章 那麼你們想想 到最後 吳遠洪在這個案子裡翻盤了呢 你們接下來 又會怎麼去做呢 越是這種時刻 我們越應該保持冷靜 靜觀事態的發展 如果說我們做傳媒的 也像街邊的小市民一般 人云亦云 難道這就是對讀者的負責嗎 我發現了 我這文章裡唯一不妥的地方啊 就是批評了柳志文 你說的沒錯 你在文章裡 用了如此刻薄的話 來點名批評柳志文是不對的 我是應該批評你的 你看看 你看看你在文章裡 都用了什麼樣的字眼 來評價自己的同事 如果這換作是在國外 柳志文有權力告你誹謗 他要是現在想告我 我也沒辦法 李向東 你作為一個專職記者 你發表這樣一篇文章 你以為你達到了攻擊 和貶低柳志文的目的 就你這種狹隘 並且小杜雞長的措辭 任何一個看過這篇報紙的人 對這個作者都沒有好印象 有句話叫文如其人 你以為你是在毀別人 其實你是在毀你自己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好自為之吧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好自為之吧 老蘇你都看見了吧 我拼命為你寫了這篇文章 結果呢 把老大得罪了 你讓我以後怎麼會 你去老弟啊 不要在乎一德一時 不要在乎一德一時 這件事情啊 這個現在 現在看來這件事情 結果還不知道怎麼樣呢 你根本不用著急 咱們儘管順便 如新啊 你之前是怎麼跟我說的啊 你可現在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真的對不起 我要聽的不是對不起 那你要聽什麼 你想讓我怎麼樣 讓我辭職嗎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 那你就直說 如新啊 我是提醒你 法院的判決還沒有下來 咱們還有翻盤的機會 如新啊 你再想辦法 志文 我沒想到 你竟然會主動約我出來 別想太多啊 我是因為好面子 覺得這個時候回報社 太合適 所以約你出來 我知道 李相通的那篇文章 實在是寫得太過分了 可是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會好好處理這件事 你跟那關係不大 我是來讓你正式提出辭職的 什麼 我寫的關於趙輝家報的這個報道 給報社造成了很負面的影響 這個責任我得負 趙輝那邊呢我會當面跟她道歉 經濟損失我盡量賠 社會影響方面我想以辭職的方式 作為彌補 我不會接受你辭職的 你於情於理都該接受 班報不是過家家 你作為一個運營者 沒有理由不接受 把你的辭職信拿回去吧 我說了我是不會接受的 潘總 工作就是工作 請不要感情入事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大道理好嗎 我為什麼要來永江都市報 為什麼這麼執著地 要把這個報紙做好 難道你真的不明白嗎 我特別明白 但是我必須走 指紋 我不許你離開 我做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啊 老公 忙完了嗎 我這邊沒事了我過來接你吧 我還要再忙一會兒啊 什麼事啊 我過來不方便嗎 跟韓總談一些公事 你們在報社嗎 沒有 沒有 約在外面談的 那行 那你們聊吧 別的就不多說了 我的確沒有鬧情緒 是很認真地向你提出辭職 所以希望你接受 那好 那我們就來談工作 我決定這件事情 也是站在報社的角度出發的 你就這麼輕易地走了 那我們報社不就等於 被你置於風口浪尖了嗎 這一切都要報社來為此買單 這對報社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啊 有很多事之間 行了 什么也不用说了 你在什么位置吧 军宁酒店咖啡厅 对了 你在大堂等我就行了 好 我马上就到 你老婆至于吗 大白天的你都说了在谈事了 她怎么还要问呢 是我让她下班给我打电话的 刚才咱们说到哪了 报社损失是吧 行 那我答应你 等这件案子结案之后 我再辞职 但是丑话我要说到前面 赵辉告我诽谤这个案子 我是肯定会输的 如果我继续待在报社的话 他可能会连带报社一块起诉 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些都不用你管 我作为我们报社的总经理 我自然有能力去解决 是吗 是吗 总之你记着 我是不会让你出事的 我先走了 回来了 如新 你 妈 我累了 我去睡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快 回来 怎么了这是啊 你俩这情绪不对啊 没有 你你惹她了 没有 那她怎么这样呢 我跟你说志文 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可不能惹她 你再好好哄着她 不能让她不痛快 你知道吗 好 你坚决不能让她不痛快 行 那就让我不痛快 说什么呢 你让妈不痛快 不能让你不痛快 对 对 更不行啊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没事啊 真没事 没有 没事就好 那别睡觉去吧 行 明天早点睡 哎 嗯 怕了一天 为了说了三句话 我起来了 有什么吃的呀 什么吃的呀 大理外套睡到中午啊 行了 两个一块一块吃吧 哟 这怎么了这脾气这么大啊 你怕我都知道 我知道了 爸回老家 你孤独 难受了 是吧 心里不痛呗 就送你儿子了呗 是不是 我跟你爸呀 这辈子就没怎么分开过 这一份 行了不说 还不都是因为你们呢 我说吧 让你前两天 你们一块回去多好 不听 你什么意思 你嫌我没跟你爸一块走是吧 好儿子 现在妈就走 妈买张车票 就追你爸去 对对对对对 还发不妥呢 我干嘛我在这儿 妈你干嘛呀 你可千万别走 你走了我 我怎么过这种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快活日子呀 对 行了吧你呀 哎呀 你希望你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时候 你妈在 但是呢你妈 没事的时候 你就希望 你们过二人世界的时候 你妈就 小翅膀飞了 我还不知道你呀 你希望你妈就是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胜完就跑 就就 那在您飞之前 能不能给您可爱的儿子 来一顿红烧肉啊 嗯 能儿子 哎呀说实在的 真有点惦记你爸 你说他这这么多年 他都没回去了 哎呀肯定一切都不适应啊 爸 结果出来了 怎么说 放心吧没事 还有老毛病 十二指肠溃疡 没别的问题 哎呀我这心就放下来了 什么心放下来了 王老师来来你看看 来来来 报告出来了 我跟你说我没事吧 你非得让我上医院折腾我 不能掉以轻心啊 医生再三嘱咐过我 说病人需要好好休息 一定要静养 静养 嗯 我啥事都没有 哎 我能静得下来吗 哎 哎 妈 不行 您现在啊什么都不能干 进屋歇着 那 叶大律师是发话了 你得听啊 来来来来来 进去进去 来来来来 这福了你 哎呀 爸 干吗呢 不在 好好休息啊 衣服我来洗 三比一 三比一 啊是我也想吃三的 哎呀你别在那嘚瑟了 你儿子都要饿死了 行我这不就胃上了吗 哎哎哎 干嘛啊 你试没试啊热不热啊 怎么试啊 你把那奶瓶滴在手上试试啊 哦 对 不是 看我干嘛呀 烫不烫 我觉得还好啊 啊 这么烫 我 要你有什么用啊 本来想你帮弄了我呢 老头人还怎么自己弄 我已经请假回来帮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带的这是你自己儿子 别搞得好像你帮我多大忙似的 当初我们不说好了吗 你白天我晚上 我现在处在这儿 我不帮你我帮谁啊 你白天带孩子特委屈是吗 哎怎么着 儿子交给你我出去玩去了 我这不赚钱养家呢吗 我工作也不是为我自己不是 合着我赚钱特别容易 我白天上班 晚上看着他 我还有没点个人生活了 哎你还想要个人生活 不然怎么样啊 哎你每天出去上班 算出去溜溜了吧 我呢 我每天围着花店转 我生活半径 离着花店周围不过一公里 你委屈我还委屈呢 你不愿意干是不是 对我就不愿意 那你就别干了 那你就别干了 那 这两天如上白丽他们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哎 白丽住在外面 天天让如上去请 请她现在也没回来 游着他们吧 别管了 可是紫秋在他们那儿 我能放心的下吗 行了 妈 您哪 就惦记惦记自己吧 您要再这么操心下去 您的身体会被累垮的 您现在需要的是静养 孩子就由他们带 他们不想回来就别回来 如心啊 这回检查胃病 也没检查出什么来 就说明没事了啊 你说他们平时在家 闹得哄哄的成天吵架 哎 真让人受不了 可是现在他们走了 家里这么安静 我还闷得慌 你说我是不是犯贱呀 妈 我觉得你跟爸呀 以后还得给他们立个规矩 照这么下去的话 有你们俩受苦受累的时候 你说别人都说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 他们都有孩子了 怎么还这么稀里糊涂的呀 这几天你们就别操心了 由他们去吧 不回来最好 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做爹妈 别再惯着他们 如心啊 你妈在这儿想了好几天 也没想明白这个道理 这让你一说 我还开窍了 哎呀 他们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来 我不惦记 把心放宽点 来 妈 您躺会儿吧 来 来 来 哎呀 还是我闺女好啊 哎呦 老婆 那个子 子秋睡了啊 睡了 睡了 哎 路上 嗯 这花儿乱完了 一会儿你得送出去啊 我刚捧孩子睡觉 太累了 让我歇会儿 不行 你不去谁去啊 这边我忙着嘛 一会儿啊 不行 去不去 不去啊 跟你说话还没听见啊 我听着呢 业务商 你要是不去 你可别后悔啊 去哪儿能不去啊 你玩着 我 我去啊 我 我去 来来来来 等等等等 怎么了 去吧 还有没啊 没了 没了 让我去啊 嗯 快点儿 爸 哟 志文来了 哎呦 五花儿 哎呦 你来就来 还买什么菜 你看你真是的 我这叫自备料上门 我就好您这口红烧肉 哎呦 你想吃 哎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你看你真是 谁买头衣啊 妈呢 啊 他到公园啊 去做那个什么健身操去了 哦 嗯 那个 结果出来了吧 怎么样 啊 没什么 哎呦 老毛病 哎哎 他这下呢 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 就落地了 是不是 要不然哪 总是提醒吊胆 来来 喝这喝这 走 哎 跟你说没大事吗 对吧 别操心 啊 那什么 啊 卢盛这两天回家看过没有 哦 哎呦 没有 每天呢 就来四五个电话 人也不着面 他电话里说紫秋怎么样 一句话 挺好 挺好 说真的 我心里边 也挺想紫秋的 你说他们俩 自己也是孩子是不是 还没玩够呢 他们怎么能把我那个孙子给带好呢 我跟你说 真得让他们俩吃点苦了 老指着你们那哪行啊 要是 没有你 跟他姐姐 我跟他妈百年以后 这我们俩 都不会瞑目的 爸 你说太远了啊 这几天呢 让你妈的胃疼给闹的 我心里边 净胡思乱想了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 妈也就是 这一段身体不太好 暂时的 志文啊 我跟你妈 把他们姐弟俩拉扯大呀 可真不容易 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一点了 我想让你妈 过点清钱的日子 可是你妈呢 她一辈子弄得 把身体给弄垮了 我这心里想想 真是愧对她 她跟了我一辈子 她没过过好日子 今儿 就咱爷儿俩 以前都是您不在 妈偷偷拉着我聊天 朱儿 她说什么了 真没什么办法 就那些鸡毛算评那点事 您 您说 哪家过日子 不会有点小矛盾是吧 没大事 她最后 不管说到哪儿 总监一句 都会说 这辈子跟了您 值了 虽然说 没让她过上什么 大富大贵的日子 但平平顺顺 也没受什么大苦 这就挺好 一儿一女 现在又抱上孙子了 是吧 您说什么 什么叫这个好日子 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能够在一块儿 这就是好日子 您说的 直伯 说得是 说起你妈呀 她这个人我知道 刀子嘴 豆腐心 她为这个家呀 真是操碎了心 我跟你说 这个家 不能没她呀 爸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这个家 没了谁都不行 妈要好好过 您也得好好过 听见没有 爸听你的 就是 哎呀 直闻哪 哎呀 爸这心里话 这憋得没处说 今天你真是 让我一通为快 通贵吧 通贵吧 来来来来 爸我告诉你 您以后啊 有什么话 不方便跟妈说 或跟别人说的 直接给我打电话 啊 咱家里不方便 咱出去啊 找一小酒馆 咱喝点 是不是 边吃边聊 那多好啊 知道了 是吧 来 喝水 来来来来 再喝点水 喝点水 喝点水 嗯 喝点水 嗯 整理一下资料 很快就睡了 喝点水 嗯 你还来找我干嘛 我要要回杏儿的抚养权 可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 我该做的都做了 我尽力了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法院的判决 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就是为你争取更多 对杏儿的探视时间 既然我已经接了这个案子 我就得负责到底 仅此而已 不是探视时间 是赵辉根本就没有权利 得到杏儿的抚养权 你不是说过 以后不想见我的吗 为什么又约我来这里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之前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算了吧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我知道有人这样看我 全是因为吴阳红 除了道歉 我还有别的事 什么事 我希望你能够放弃诉讼 庭外和解 这也是我当事人的愿望 他决定放弃一切离婚要求 你是想保持自己不败的记录 才来跟我道歉的是吗 难道我在你眼里是这种人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告诉你我不会放弃的 我说过 我必须赢 如果赢不了呢 给我一个理由 给我一个必须放弃的理由 理由就是杏儿 我不想伤害杏儿 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希望在法庭上 让杏儿知道 你不是他的亲生爸爸 我觉得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现在 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求你放手 我真的不敢想象 就在那一瞬间 杏儿除了接受 失去家庭 失去你 她还得接受这么残酷的事实 你真的忍心这么做吗 你别再说了 不说了 赵辉 庭外和解罢 让这个秘密永远地隐瞒 不然下去 这样在杏儿的心里 才会保存一份真实的父爱 你根本就不明白 对 但我知道杏儿不是我亲生的时候 我是很愤怒 我很痛苦 甚至我真的很恨她 我想放弃她 可她出生的时候我抱过她 看着她一天天长大 看着她压压血雨 看着她冲我笑 我就完全不行了 我不能失去她 可她毕竟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以后你还可以组建家庭 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你以为我真的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吗 为什么 你以为我怎么会发现 杏儿不是我亲生的 因为我不能生女 我一辈子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 这是我去年体检的时候 医生发现我有这个病 所以我才带杏儿去做了亲子鉴定 虽然杏儿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从吴远红怀孕的那天开始 我就把杏儿当成我亲生的 到现在都是 在我的心飞望着你 再不许提一次分别 生命的月下时间 我全部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点 照辉的痛苦 三分天注定 七分养育情 可是无论如何 还是该放的就放吧 再想也没有用 叶如新的话 也许是唯一的正解 爱情的防线 换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换的感情线 再掌心抚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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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挺夜的睡觉啊 志文 我跟你说 其实赵辉把她 怎么了赵辉 说 没事儿 你别老这样欲言又止的行不行 弄得神神秘秘的 我告诉你 我可胡思乱想啊 胡思乱想什么呀你 我是想说 等赵辉这个案子结束了以后 我就请一段长假 在家一门心思生孩子 咱们不是一直这么说的吗 是啊 还有就是 等事儿完了以后 咱们得找个时间 一块儿去医院 做做孕前检查 怎么突然想起做这个了 什么叫突然想起啊 孕前检查是必须得做的 咱们得了解咱们 身体的这个具体情况 做到忧生忧郁 懂吗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 咱俩还不够了解 彼此的身体情况是不是 来 来 来 现在 来 来 来啊 好好了解一下嘛 是吧 来 你别闹了 不跟你说正经的呢 谁也没跟你说不正经的呀 是不是 你来 来 好意思 了解一下嘛 快 你别闹了吗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行行行行 我去不去 去 去 就是为了我们柳家 第九十九代传人的幸福健康 那我也得 好好去检查一下 是不是 第九十九代 怎么以前没跟你说过呀 我 我 我就是刚才这 突然地掐着一算 巧了 正好是第九十九代 什么呀 别闹了 真是 真是九十九代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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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咱们真的有了孩子 咱们一定要做一对 称职的父母 要对孩子负责任 要尽全力让孩子觉得幸福 你能做到吗 我发誓 你可是怎么掺来的 只要孩子过得比咱们好 过得比咱们好 什么事都难不懂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走 走 走 去 去睡觉 去睡觉 咱互相 互相再了解一下彼此的 身体 快快快 别跑啊 你真的迟疑要把杏儿带过来吗 不管今天宣判的结果是什么 杏儿她都有权利第一时间知道 你就没有想过 这事对孩子一辈子有什么影响 这一切是你造成的 不是 不是 杏儿 咱们走 差不多了时间 走吧 进去吧 上次开庭时 我们已经乘上相关证据给法庭 充分证明了 吴远红女士不适合抚养赵姓儿 对不起 打断一下 审判长 我的当事人 我的当事人 想要申请延缓判决 因为她有一些新的证据 想要提交 在这些新的证据 等等 我决定撤销对吴养红的起诉 并且要求庭外和解 长话短说吧 有什么条件 说吧 我只要杏儿 还有呢 你现在赢了 可以提出一些要求 看我能不能满足你 我说了 我只要杏儿 行 我同意放弃对杏儿的抚养权 另外我会按照我的承诺 给你一千万的抚养费 你现在住的房子 我会尽快安排到你的名下 我会 但我有条件 你必须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不为别的 就为了幸远 这是和解全过程的保密协议 按照协议要求 双方当事人应该完全保密 你也要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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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你们要记住了 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爸爸 推开杏儿的手 赵会觉得自己的整个心 都被掏空了 杏儿 爸爸跟妈妈离婚了 爸爸放弃了你的抚养权 所以以后 你就跟妈妈相依为命 怎么啦 难道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呢 没什么 刚刚吴远洪不是已经说了吗 赵会放弃了杏儿的抚养权 他们决定协议离婚了 赵会为什么就突然放弃了 杏儿的抚养权啊 这不是他一直努力争取的吗 不是 你刚才在法庭上提交的是 什么什么新的证据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 我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物证呢 我不能告诉你 不是 这案子当中还有 还有多少你不能说的啊 因为我答应了赵辉 我必须得替他保密 我必须得替他保密 答应过他啊 那就是说 你在很早之前就知道 这个所谓的秘密了 我真的不能说 我真的不能说 我跟赵辉 还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 这份协议是有法律效应的 你能理解吗 那我理解 理解 没事 如今我 我相信你 真的 相信 谢谢 恭喜你啊 如今姐 李律师 恭喜 恭喜 如今姐 恭喜您 恭喜您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算了吗 大家算了吗 找话给我 Ted 和你这一账 真的可以看出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了 如何让占有所有优势的原告 从主动变被动 看来我要学习的 真的是好多 可能吧 可其他人在乎的只是这个结果而已 在一切证据都对吴远红不利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让赵辉接受庭外和解 并且还取得了信娅的抚养权 这其实已经就是赢了 可那又怎么样呢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次我输了 而且输得很惨 如今姐 你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原本我以为 你这次可能会打败自己不败的记录 但没想到你还是赢了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但我宁可先安理得的书 或者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接触这个案子 反正哪种结果都比现在这样强 你只能在梦中抱怨 在幸福如今你的封闭的堡垒之前 不要再遇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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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脑袋的那一天 再没有笑颜 断的感情线 再掌心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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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